大家好,这里是CG家教程网 这节课呢,我们继续来学习Mini LTP项目实战 上一节课呢,我们已经将Mini LTP服务器的基本框架搭建起来了 这边再做一个简要的回顾 首先是创建一个TCP服务器 接着接受客户端的连接 一旦获得一个新的连接 那我们就创建一个新的进程出来 来处理与客户端之间的通信 我们可以将与客户端间的通信过程呢 抽象为是一个绘画 那么这边呢,调用begin session函数 开启一个新的绘画 那么一个绘画呢,是由两个进程构成的 因而我们这边还需要调用一次fork 创建一个新的进程出来 直进程是FTP服务进程 副进程是lowbody进程 那么FTP服务进程呢 它就是提供FTP服务的进程 它直接与外界进行交互 也就是说它直接跟FTP客户端进行交互 接受FTP客户端发送过来的命令请求 并且呢,对这些命令进行处理 将处理的结果呢,响应给FTP客户端 这些都是FTP服务进程所要完成的任务 那么换句话说呢,LTP服务进程就是处理LTP协议相关 细节的一个进程 它不仅要处理控制连接 还要处理数据连接 这在我们之前讲LTP协议的时候也说过了 LTP协议呢,它包含两种类型的连接 一种是控制连接 另外一种是数据连接 控制连接呢,主要负责接收LTP客户端发送过来的一些命令请求 那么数据连接呢,主要是用于传输数据 比如说文件传输 目录列表的传输 都是由数据连接通道来完成的 那么Lowbody进程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进程呢 它实际上呢,仅仅只是起到一些辅助的作用 辅助LTP服务进程呢 建立于客户端之间的数据连接 但是呢,一旦数据连接建立完之后 并不是由Lowbody进程跟LTP客户端进行通信 也就是说,文件传输并不是由LTP客户端跟Lowbody进程进行通信的 Lowbody进程呢,它并不直接与外界进行通信 与外界通信的进程是LTP服务进程 Lowbody进程仅仅只是协助LTP服务进程呢 与LTP客户端之间建立数据连接 一旦数据连接建立好之后呢 数据的传输还是由LTP服务进程来完成的 因而呢,LTP服务进程它不仅要处理控制连接 还要处理数据连接 那为什么LTP服务进程与客户端之间的数据连接 要由Lowbody进程来协助完成呢 原因在于LTP服务进程当一个用户登录的时候呢 比如说是study用户登录 那么这个时候呢,登录成功之后 会将LTP服务进程的用户名呢 改为study用户 那么我们实现的过程当中就是将它的 UID,GID改为study用户相对应的UID,GID 这样的话呢,LTP服务进程的权限就相对来说降低了 它就没有权限来完成一些比较特殊的任务 比如说数据连接的建立 我们知道Port模式呢 之前在讲LTP协议的过程当中也说过了 Port模式呢,它是服务器端连接至客户端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服务器端需要绑定一个20的端口号 20的端口呢 不能够由普通用户来绑定 也就是说LTP服务进程呢 它没有权限来绑定20端口 这时候呢就需要Lowbody进程来协助完成 绑定20端口并且呢跟LTP客户端建立连接 因为Lowbody进程的权限呢 会比普通用户进程的权限来得高 这是LTP服务进程与Lowbody进程之间的分工 那我们当前呢 先将注意力集中在LTP服务进程 它内部的实现 先不关心Lowbody进程 它内部是怎么工作的 当然我们目前已经知道了 LTP服务进程与Lowbody进程之间的通信呢 是采用SocketPair来完成通信的 那我们现在呢 先关注HandleTrial的这个函数内部是怎么实现的 HandleTrial的这个函数呢 所以我把它称作是LTPProtocol.c 当一个客户端连接过来的时候呢 服务进程首先要向客户端发送一个20的信息给客户端 那么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LTP客户端来验证 用一个LTP客户端呢 连接至VSLTPD服务器 它的端口号是21 因为我们是以VSLTPD的模板来编写MiniLTPD的 那么首先是服务器端呢 响应一个220的信息给客户端 那么接着客户端就可以向服务器端呢 发起命令请求UserJJL 在得到请求响应之后呢 客户端呢 向服务器端又发起了密码的一个验证请求 那么服务器端验证成功之后 向客户端发送230 LoginSuccessful 这样的一个字样 现在我们把它关闭掉 连接我们自己所编写的LTP服务器 那我们首先要加MiniLTPD 启动起来 启动MiniLTPD 那么连接我们所编写的服务器端口号是5188 连接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发现连接成功了 并且呢 服务进程已经向客户端发送了220信息过来了 那么这里面是带有-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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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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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阻塞在了这个位置 那我们当前呢 已经完成的是 发送一个220信息给客户端了 并且呢 按含读取客户端发送过来的指令 当前我们收到的指令是 user.jj.n 因为每条指令之后呢 都加上了一个.j.n 这是LTP协议所规定的 那么我们这边加上一些错误的处理 如果返回值等于负义的话呢 说明read9这个按行获取的方法失败了 那么一旦失败呢 我们就将这个进程退出 实际上呢 当LTP服务进程退出的时候 lowbody进程也没有存在的价值的 因为这相当于跟客户端间的绘画 已经没有价值了 那么要将这个绘画关闭掉 那么一个绘画跟两个进程相对应 LTP服务进程关闭了 那么lowbody进程也要随之关闭 那我们当前呢 并没有处理lowbody进程是如何关闭的 仅仅只是将LTP服务进程关闭掉 后面会讲解lowbody进程是如何关闭的 实际上是通过内部的通信协议来关闭的 通过socket pair来进行传输的 那么如果接收到等于0 表示客户端断开了连接 那么与客户端之间的绘画呢 也将没有存在价值的 因而也要将这个绘画关闭掉 那么两个进程也要随之关闭 LTP服务进程与lowbody进程 同样的我们当前呢只关闭 FTP服务进程 并没有去关闭lowbody进程 lowbody进程的关闭呢 后面再讲解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接收到了一行数据 这一行数据就是userjjl 当然它还可能是其他的命令 也就是说我们这边呢就需要去解析这些命令 将命令呢与参数解析出来 解析命令与参数 那我们将前面的空格之前的呢 看成是一个命令 空格之后的呢看成是参数 当然空格之后呢 它可能还有其他的更多个空格 也就是说 有更多的参数 我们把它统一看成是一个参数 把它统一看成是一个参数 也就是说我们只将这个字符创呢 分割成两段 根据第一个空格来进行分割 现在我们先将 接收到的这一行呢 打印出来 加一个中括号 将接收到的这一行打印出来 再重新编译一下 然后呢重新登录客户端 优舍JJL发送过来了 那么我们这边就接收到了优舍JJL 我们发现呢 这里面呢多了一个-R-N 因而这边中括号呢 是这样的一个形式显示出来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要执行的动作 就是要去除-R-N 这是还没有去除之前的状况 去除-R-N 然后呢解析命令与参数 那么这就涉及到了一些制服创的操作 我这边呢就将这些制服创的操作呢 分装成一个制服创工具模块 我们来看一下 制服创工具模块有哪些函数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提供了六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是去除-R-N Stream STR-Tream CR-LF CR是Carriage Return 回车的意思 LF是Line Feed 换行的意思 第二个函数是制服创分割 将STR呢分割成两段 那么前面一段保存在LF当中 后面一段保存在Write当中 根据C制服来进行分割 第三个函数是判定一个制服创 它是否都是空白制服 是否都是空白制服 如果是都是空白制服的话 我们就返回为真 如果不是不都是空白制服的话 就返回为零 第四个函数是STR-Upper 将一个制服创呢 转换为大写格式 第五个函数是STR-to-no-no 将一个制服创呢 转换成长长整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够用A2I函数来实现 因为整形它只有四个字节 长长整形是八个字节 如果我们一个数字的范围比较大 那么就不能够用A2I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分装一个函数 STR-to-no-no来实现 最后一个函数呢 是STR-octo-to-uint 也就是说一个制服创呢 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八净字 那么我们将它转换成五符号整数 十净字的五符号整数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装一下这些函数 那么这里呢 我们创建一个新的模块出来 制服创工具模块 我讨计的时候 我们来注意看 那么网ены 我们这个地方 就收到 就是说 烦发 多次 我们就能够用 调子 可 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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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靠靠 靠靠静 我们将common.h也包含过来 那么来是线第一个横 去除-r-n 回车与换行 那么首先定一个字符指针 指向str 指向str 我们指向str的最后一个字符 str 指向最后一个字符 取地址 然后我们判断一下最后一个字符呢 如果等于等于-r 或者等于等于-n 那我们就将它去除掉 去除方法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呢 将当前字符呢 置为-0 -0 然后呢将指针移到上一个字符 简简 那么这个函数呢 就完成了去除-r-n 那我们来做一个测试 调用去除-r-n 将str-r-n 将str-r-n 换过来 那么去除-r-n之后呢 我们再打印一遍 看一下它是否将-r-n 去除掉了 这边的makefile呢 需要增加一个模块 str.o 重新编译一下 重新编译一下 那么这里面呢 有一个警告 是18行 这边返回的是一个整形 要有返回值 那么现在呢 没有警告了 我们来运行 然后重新连接 我们发现呢 在没有去除-r-r-n之前呢 得到的字符简是这样子的 去除-r-r-n之后呢 是user-jjl 那么说明我们所编写的这个函数呢 没有问题 去除-r-r-n函数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去解析命令与参数 命令与参数呢 我们用的函数 我们用的函数是sprit 来进行分割 将cmd-line进行分割 命令保存至cmd当中 参数保存至arg 那么分割的字符是空格 分割的字符是空格 那么分割好以后呢 我们可以打印 打印 输出 命令与参数 分割好以后 打印输出命令与参数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实现一下str 是brick函数 定义一个字符指针 ch-r-str-c 那么查找第一个c字符所在的位置 所在的位置 那么如果命令他没有空格的话 如果没有空格的话 那么返回的p指针呢 是等于空的 p指针等于空的 说明这个命令呢 他没有参数 没有参数的话 我们就将一整串 str-cpy 一整串呢 拷贝到left当中 那么right呢 就没有东西是空的 是一个空创 否则的话呢 p不等于空 那也就意味着找到了空格 那我们可以将空格之前的字符创呢 拷贝到left当中 空格之前的字符创 可以用str-ncpy 空格之前的字符创的字符个数是 就是 刚好是p这个指针 减去str 首地址 那么将空格之后的字符创呢 拷贝到right当中 str-cpy 空格之后的字符创 空格之后的字符创 就是p加1这个指针 p加1的指针呢 拷贝到right当中 那么从而达到了分格字符的目的 按照c字符来进行分割 那我们也来编写一下测试程序 测试程序我们这边已经编写好了 然后编写一下 再重新连接客户端 那么得到的命令是等于user arg是等于jjl 说明我们这个分格是没有问题的 分格是没有问题的 arg如果等空创 说明没有参数 说明没有参数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函数的分装 判断这个字符创是否都是空白字符 是否都是空白字符呢 我们可以利用 is space这个函数来判定 只要其中一个不是空白字符 只要其中一个不是空白字符 我们就返回0 如果全部是空白字符 我们就返回为1 synstr得到一个字符 is spacestr 只要其中一个不是空白字符 取返 取飞 就返回为0 否则的话它是空白字符 那我们就需要检测下一个字符 它是否是空白字符 str++ 直到整个字符创的检测完毕 那么就跳出了循环 说明所有的字符都是空白字符 就返回为1了 那么这个函数我们分装好以后呢 也可以在这边做一些测试吧 我们直接在这里进行测试 tabl键A 空格B 那么这里面呢 str1它不都是空白字符 str2呢 都是空白字符 进行一个测试 str all space str1 如果为真的话 返回都是空白字符 str1 all space 否则的话 返回str1 not all space 那么str1 应该是 not all space str2应该是 all space no space 有问题 27行 expecting 需要 括号 那么是否括号少了呢 括号少了 那么有一个 隐行的声明 一个警告 is space 那么可能是 is space 它需要一定的投文件 我们没有包含 它需要ctype.h 投文件 我们没有包含 可以将ctype.h 投文件呢 放到 common.h当中 再编译一下 那么这一次就没有警告了 然后我们运行 出现了断错误 出现了断错误 我们也不用紧张 到底在哪里出现了断错误呢 str.c28行 str.c28行 来看一下 这边的断错误的原因在于 应该是新str 我们判定的是 当前制服 当前制服 而不是整个制服创 再编译一下 然后呢 运行 那么这次运行就成功了 str.1 not all space str.2 all space 接下来呢 我们来分装 第四个函数 str.upper 将制服创 转换成大写 转换成大写 转换成大写呢 我们方法也是类似的 while 新str 那么这边呢 要转换成大写 我们可以用一个函数 什么函数呢 to.upper函数 他可以将一个制服转换为大写 to.upper 可以将一个制服呢 转换为大写 通过返回值来返回回来 通过返回值返回回来 to.upper 新str 它并不会改变新str 这个制服 它是通过返回值返回回来 所以说我们要 新str呢 等于 to.upper str 加加 那么现在呢 我们也来给它做一个测试 也来给它做一个测试 abcdef 那么将这个制服转换成大写的 全部转换成大写的 全部转换成大写的 str up str3 然后呢我们打印输出 str3的内容 现在我们再编译一下 我们发现呢又出现了一个断出 真是麻烦 又出现了断出 就在gdb调试一下 直接运行 那我们就知道断出出现的位置的 bt 它实际上是由man.c的第37行 调用了strup 而导致的错误 也就是说man.c的37行这边调用了strup strup 将str3呢传递到了strup这个函数 然后呢进行2up 将每一个制服呢都转换成大写制服 这里面出错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在什么地方呢 实际上呢这也是考验大家 c语言基本功是否扎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 很好的一个例子 这边的原因在str3 这是一个指针 指针指向的一个制服创 那么这个制服创是长量 指针指向的一个制服创长量 那么长量是不能够被修改的 因而当我们去修改里面的制服的时候呢 出现了断错误 出现了断错误 那我们怎么更改这段代码呢 我们就不要用指针了 指针指向制服创 那么strup呢伺服伺图去更改指针所指向的这个长量 所以说出现了断错误 所以说出现了断错误 那我们可以改成str3 是一个数组 这就不一样了 我们定义了一个制服数组 将一个产量呢 存至制服输出处变量当中 那么str3它本质还是一个变量 只不过说将产量的内容呢 搬到这个变量当中而已 而这次将指针指向一个长量 这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次呢就没有任何问题 将所有的制服呢都改变为了大写 接下来呢我们来分装第五个函数 str2nonon str2nonon 将制服创呢 转换为 长长整形 长长整形 可能有些同学认为 可以用a2 a2i 来进行转换 那么a2i它实际上呢 返回的是一个int类型 实际上呢我们系统当中有一个函数 有一个函数是 a2ll 它可以完成这样一个制服创呢 转换成长长整形 a2ll a2ll这个函数呢 它可以将一个制服创 转换成长长整形 但是呢这个函数 并不是所有的系统都提供 都提供 那我们这边呢就自己实现这个函数 当然我们当前系统是支持a2ll的 你直接用它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你直接 return a2ll str 我们先看一下直接用 然后做一个测试 str r2ll r2ll 那么这个数字呢 它已经超过了一个整形能够表示的范围 已经超过了一个整形来表示的范围了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 strnok将它转换成参参整形 一个整形它只有四个字节 它最大能够表示的数的范围是 四十几亿 那么这边超过了四十几亿了 应该是五符号整形 它可以表示的最大数字的范围是四十几亿 如果是有符号数的话 最大值只能是二十几亿 百分之LLD noknok类型的打印呢 用LLD 我们看一下它是否 是否转换成功 那么这边就转换成功了 转换成功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来实现 用自己的方法来实现 其实也很简单 一个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就这样子吧 它应该等于各位数 八 乘以一 再加上 十位的数字呢 七 乘以十 再加上 百位数是 六 乘以 十 再乘以 十 一次类推 八 乘以 十 的 零次 方 也就是一 七 乘以 十 的 一次 方 六 乘以 十 的 二 次 方 那么根据这个规则呢 我们就可以将一个 置幅刷 可以将一个置幅刷 转换成 整数 先定义一个变量 malt 等于 一 这个值就等于 它的一个乘以的一个 系数 从一开始 然后呢 十 一百 一千 字幅刷的长度 st l en str 那我们这个字幅刷呢 也不能够无限大 我们就假 因为无限大的话 nonnon也不够存放 我们假定这个字幅刷 所能够表示的数的最大值呢 条一样也不能够超过15 如果超过了15呢 我们就直接返回0 这个字幅刷呢 就直接 转换成长长整形的时候呢 直接返回0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采用这个公司呢 来计算 result值 那么这里面呢 80最后一个字幅 80最后一个字幅 定义一个字幅 等于最后一个字幅 str 等于最后一个字幅 str 那么字幅刷的长度是len 最后一个字幅呢 减去1 那么 减去i加1 i是从0开始的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 是从最后一个字幅开始 len减去i加1 这是最后一个字幅 这是最后一个字幅 如果这个字幅 它不在 范围之内 如果它不在范围之内的话 0到9之间 那我们也直接返回0 如果不在0跟9之间的话 我们也直接返回0 否则的话呢 在这个之间 我们就得出 这个字幅 所代表的数字的大小 只需要简单的 ch减去0 这个字幅即可 然后呢 它要乘以一个系数 要乘以一个系数 当前这个数字 它要乘以一个系数 一开始是从1开始的 一开始是从1开始的 乘以等于 result 而乘以等于 mount 然后呢 result result应该要 加等 well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先给它一个0 那么下一次呢 系数就变为10了 系数呢 要乘等10 乘等10 最后我们return result return result 然后呢 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这个测试程序 还能不能够正常工作 那么我们发现呢 这个测试呢 还是能够正常的 说明我们手边写的函数 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编写的函数没有问题 那么实际上呢 这边它是从 它是导过来计算的 既然它是导过来计算的 我们for循环可以从 可以导过来的 我们的for循环可以导过来 I可以从L1N-1的位置开始 然后呢 I可以是大于等于 0 大于等于0 I-0 I-0 那么I等L1N-1 就是最后一个字符 那么这边只要把它改成 I即可 把它改成I即可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是否正常 那我们发现呢 这不正常了 result等于0 这我们就有疑问了 我们就有疑问了 这里面逻辑它根本就没有问题 我们从最后一个字符开始 Stri 它实际上就等于 刚才的L1-I加1 没有任何问题 那为什么得不到正确的结果呢 它返回之为0呢 它返回之为0呢 原因在于 我们定义的I I是5符号整形 我这边是故意 做出这样一个错误 来帮助大家 更好理解C语言 I是等于1 5符号整形 那么I等5符号整形 I-- 一旦它等于0之后 再进行减操作 再进行减操作 它会等于-1吗 它远远无法等于-1 远远无法等于-1 因为它又从最大值开始的 I等于0之后再减1 那么I这个数呢 又变为最大数了 因为I是5符号整形 因而这个循环呢 会不停的循环 不停的循环 那么直到越界为止 这边呢 没有报断错 已经算不错了 它越界了 越界之后呢 很可能得到一个制服 C语呢 不在0到9之间 那么就返回了一个0 那我们要更改 要解决这个问题 也很简单 直接把这个吧 靠下来吧 屏蔽的位置 放到这边来 只需要将这个 5符号整形呢 改成整形即可 改成整形 那我们发现呢 这次就没有问题了 这次就没有问题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分装 最后一个函数 接下来我们来分装 最后一个函数 既然一个八进制的 制服刷呢 转换成5符号整形 转换成5符号整形 那么实际上呢 采用的方法 跟刚才也是类似的 这样一个八进制的整数 就是说 一二三四五六 八进制整数不能够超过 不能够超过八 那么最大值是七 最大值是七 只不过说 这次不同的地方在 五乘以 加上 四乘以多少呢 五乘以加上四乘以八而已 加上七乘以八的平方 以此类推 我们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那么如果采用这种方法的话 就跟上面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我们这边呢 采用另外一种方法吧 采用另外一种方法 来帮助大家呢 更增长一些见识 我们采用的方法是这样子的 我从高位开始 我们得到十二 当然我们这边是不是十进制 而是八进制 应该乘以八 应该乘以八 加十二 当然十进制比较好理解 我们先把它写成十进制吧 那么就得到十二 接下来呢是 到了三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是十二 再乘以十加三 那么等于一二三 从这里面大家就看到规律了 那么接下来是一二三 接下来是一二三呢 再乘以十再加上四 以此类推等于一二三四 以此类推 那么这边是八进制的话 我们只需要将十呢 改成八即可 改成八即可 那么第一次呢 第一次相当于是零 第一次相当于是零加一 因为我们这边的都是 前面某一个数 加上当前便利到的位 加一加二加三加四 那么根据这个规律呢 我们就可以将这个代码边写出来 当然八进制的话 很可能的第一个字符呢 是零开头的 第一个字符是零开头的 我们要找到第一个不是零的位置开始 因为我们是从从高位开始计算 unside int result 定义一个变量 那么发现 一旦发现第一个字符 高位数据呢 它不是零之后呢 我们就将这个变量呢 置为一 置为一 接下来我们同样的要便利 新STR 新STR Digit 是否是数字 将当前的位呢 保存在Digit当中 如果不是数字的话 如果不是数字 我们可以用isDigit isDigit函数 来进行看电 如果不是数字 或者呢 超过了7 这个数字超过了7 如果超过了7的话 懵 Blake循环吧 就不做了 后面返回一个result 那我们要找的第一个 不是为零的地方 不是为零的数字 is ifDigit 不等于零 不等于零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要将这个变量 S1N 也就是我们发现了 LungDigit LungDigit 非零的数字 发现了非零的数字 那么就将 这个变量呢 自为1 那么只要我们发现了非零的数字 那我们就将当前这个数字呢 乘以 我们就将当前这个数字呢 当前这个得到的结果 result result 刚开始是等于零 乘以8 那么刚开始乘以0的 刚刚开始等于零的时候 乘以8是等于零 乘以 result呢 乘以8 乘以8 加上Digit 乘以8 那么乘以8的话 我们可以用左移上位 左移上位就是乘以8 然后呢 result加等 Digit 那么Digit呢 我们是一个字符 需要减去 0 需要减去0 然后是str 加加 突破这种方法呢 也能够将 一个8进制的整数 转换成 5符号的 10进制整数 当然我们通过这种方法 也可以将10进制 转换成 浪浪类型 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 来做的 只不过说这边呢 是乘以多少呢 乘以10而已 那么8进制的话 它就是乘以8 乘以8可以用 左移上位的方式 那么用一位运算呢 比乘以8 效率会更高一些 那我们现在呢 也来 做一个测试 看一下我们手边写的是否有问题 一个支付创 077 0711吧 8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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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0 11 11 11 15 15 这里面呢有有一个警告 110行Statement with no effect 110行那么一条语句呢没有任何作用 没有任何作用 1位应该是1等于 1等于乘以8 1三位并且将Result呢 也就先当然是Result 等于Result 1三位 913位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是否正确 是等于457 那么这样的一个数字0777 0711是等于457呢 是否等于457 我们可以计算一下 应该是1加上多少呢 1加上8 再加上 886464乘以7 我们先从高位开始算吧 这是8的平方乘以7 64乘以7 448再加上8 再加1 等于457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他发现不是0的位置就开始计算了 当然我们即使这边呢 没有0的话 没有0的话 我们也把它看成是8镜子的 那么他也应该等于 那么他也应该等于 他也应该等于457 也就是说我们第一次就发现他不是0了 还是等于457 那么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就是假定这个字符创是8镜子的 不管他前面有没有0 他都是8镜子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已经将 我们已经将这些字符创工具都分装好了 字符创工具都分装好了 那么这边呢 我们最好对命令呢 要进行一个转换成大写 因为LTP呢 他允许你发送过来的命令 比如说user 就这样哦 他允许这个命令呢 是小写的 比如说小写组合的 小写与大写组合的 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大写 然后后面解析的时候呢 将这个命令呢 与全部大写的命令呢 进行匹配 可以调用一个str up 但后面的参数呢 我们不要去转换了 参数他可能有大写的 也可能有小写的 那么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就将字符创工具模块呢 分装好了 那我们下一节课呢 将讲解 这些配置文件模块 因为我们这边呢 在主函数这边呢 用到了一些配置项 比如说端口号 IP地址呢 这些都可以去获取 读取配置文件来获取 那么我们下一节课呢 就讲解配置文件模块的实现 它很可能也用到了 字符创工具模块 因而我们先讲了字符创工具模块 那我们这次课呢 就上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收听